上来 上来 你谁啊 你谁啊 小兄弟 你赶紧带我去趟威士集团 我这个合同啊 着急签呢 不是 你怎么把我老婆改下车了呀 我这是私家车 不载客 哎呀 什么载客不载客的 兄弟 这合同啊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赶紧开车走吧 不是啊大哥 我跟我老婆去接孩子放学 这不 还半个小时 孩子就放学了 再说了 你这样离威士集团 还有三十公里呢 老弟啊 你不知道 这份合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全家老小 都指望这份合同生活呀 这样 你给我送到目的地 我给你一千块钱 行不行 老弟 上哥求你了 啊 去吧去吧 行吧 那你借好安全带 哎 哎 好嘞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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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到了 你怎么开这么半天呀 磨磨叽叽的 你当我大事了知道不 哎 哎大哥 你还没给我钱呢 什么钱呀 你不是说你私家车不能载客吗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非法运营 哦 对了 你家孩子不是要放学了吗 赶紧去接 小心被人拐跑了 什么人啊 这是 真倒霉 哼 关了 这要钱 我这么次坐车 还没给过钱呢 这 这都几点 怎么还没来呀 罗总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路上有点事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才来呀 不好意思啊 罗总 就刚刚那个司机啊 跟我磨叽半天 管我多要钱 这 不来了吗 哎呀 行了 别磨叽了 合同啊 这一着急 这合同掉车里了 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打电话 打电话 喂 喂 兄弟 我就是刚刚坐的前排那个大哥 你看看你后排 是不是有个合同啊 哦 我看一下 啊 有的 兄弟 麻烦你一趟 给我送回来呗 可是 我已经回到你刚刚上车地方了呀 你就给我送过来吧 这份合同啊 对我全家来说都特别重要 你要不给我送过来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非法运营 好吧 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好没好啊 好的话赶紧送过来呀 罗总 刚打完电话 合同啊 马上就给送过来 我告诉你啊 我就等你十分钟 十分钟合同不到 咱俩的合同就取消了 哎 好好啊 行了 你在这等合同吧 我去仓库啊 拿点样品 一会儿啊 还给老板送过去吧 怎么还不来呀 大哥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份合同 怎么这么长时间 当我签合同 你赔得起吗 哎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 咋啦 老板 罗总 合同拿过来了 哎 等一下 老板 你怎么自己回公司了 您不是让我把样品送到你们家去吗 哦 对了 这是咱们的合作商 强奏 哦 原来你就是微总啊 我这次过来呀 就是谈谈那个代理的事情 哦 对了 顺便把产品的价格 看谈一谈怎么样 哦 行 我知道了 你看 咱们这个合同 签一下吧 合同就没必要了 你刚才的人品 我已经见识到了 像你这样嚣张把扈的人 我们公司啊 是不会和你合作的 魏总 你没有搞错啊 就那么一丢丢小小的误会 有些揪着不放啊 我怀疑你的心胸 太狭窄了吧 你要不跟我们合作 我相信 你一单都卖不出去 我对我们公司的产品 很有信心 就算不跟你合作 我们也可以 自己挂了就不见外 像你这种肖僵跋扈 没有道德的人 我们公司的大门 永远不会被你敞开 小罗 我们走